他 POP 這一層還蠻深的 我可以就看看目前用 POP 的部分 用 POP 是在這個磚欄裡面 跟之前的那個腳踏車磚欄後來把它改成 POP 腦變腦了 聲音都比較慢 你會不會覺得說那個 畫面跟那個聲音的 不同步 還好啊 還好喔 了解 POP 的好處是這樣子啦 我可以直接跟你說啦 就是 假設你在 設計一個新的 新的那個 功能的話 或者是 你要 改變 重構自己舊有的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它不是 客意外 因為客意外 Cocola Touch 這部分 它都是用 那個 Object Orient Orienting 的 Programming 方式去設計的 就是 OOP 的方式去設計的 那 像如果 你在 你在那個 在修改它的時候 好比說我要 繼承一個 View 去 取用它原本的功能 那你只能用 Club 的方式去繼承它 所以你用了 POP 之後 你還是要用 你還是要回到原來的樣子去 取用這個 OOP 的 還是要學啦 兩個東西是 互補的 它不是互相取代的 你現在不是 10點半才開始嗎 現在就開始講了嗎 沒有啦 現在只是聊聊天而已 10點半 在那個 從從頭開始 這樣 run run 過一輪 也 也沒有說要講什麼 就是 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用 POP 的 一個情況啊 可能 可能 可能比之前那個 POP 大大 來的 很一點點 應該是錢非常多 之前那個 POP 大大不是有分享那個 POP 他在做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Network Request 的東西嗎 我覺得那個東西真的是很厲害 那個應該 跟我認不認 POP 跟那個 林 林 林 利盈 林 林利盈 大大 那個 他是Bosch嗎 Bosch Lee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林利盈大大 我是知道他們兩個有講過 他們兩個應該是 比較厲害 因為我 我看他們兩個 我其實 花了蠻多時間在上面理解 可能他沒有掌握得很好 然後就是像這樣子 POTOCOL嘛 然後他是一個 一個協議書 然後 如果你去符合這個協議書 代表說 這個 這個實作的部分 他有 保障你說 你有這個功能可以去使用 他只是 你在實作的時候 看你是要實作在 Struck 還是Class上面 或者是直接實作在 那個 Intention上面 Intention是比較好的做法 他會讓你的那個 POTOCOL 有一個 預設的 預載錄的一個 方便可以使用 舉例來講 但我現在這個是 這個POTOCOL是我自己 客製的 它是 Annotation Handle Handle level 就是那個 地圖上面的那個 小視窗 它是可以 標準視窗 它是可以處理的 那 主要就是 處理說 把 把一個 JSON的 JSON的那個 資料 把它正規劃 應該說 套到你的 model上面 然後 把它取出來之後 你可以 回傳說 你自己 客製的 那個 標註的 檔案回去 那 這個 這個過程 這個是 他的 這個POTOCOL在幹嘛的 一個 方選 那 怎麼 怎麼 這個在幹嘛 的過程 你可以在 Extension裡面 去實作這些東西 那實作完之後 你就會 你知道 你只要有任何的 那個 Class 或者Struck 去 confine它的時候 那個Struck 或者是 那個Class 的 實體 包含 伊朗 他們的實體 他們就有這個功能 預設功能在裡面了 那你這一個POTOCOL 他也是一個 Delegate嗎 不是 POTOCOL Delegate Delegate 它 它是 不太一樣的 東西了 Delegate的話 它是兩個物件在溝通嘛 對 對啊 那 那 你 你是透過 在某個類裡面 透過這個Delegate 去 這個Delegate 這個Delegate的POTOCOL 它去保障說 這個Delegate裡面 有什麼功能可以用 它是在 某個類裡面的 某個屬性 某個那個Store Store property 你可以透過這個Store property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Delegate的那個 這也是會用啦 像我這兩個關係是 MapView這邊是主要的 然後 那個MenuView它有些功能是需要透過MapView去 實現的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 MenuView的Delegate 那這個Delegate 你看喔 它保障我可以 從這個Delegate的這個 Variable去 去拿這些方式來用 這樣子 有沒有那種不太一樣的感覺出來 沒關係我慢慢聽 因為這個這個我還蠻 那個觀念有時候可能要找到一個類比的東西 讓你把這個觀念打通 因為還是一道牆嘛 還沒學之前都覺得它很難 它學會說 這樣用 就看你操作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啦 就是說 你可以先 設計那個一個Protocol 然後Extension它 Extension這個Protocol 然後 假設 假設你要把 把某些東西抽掉 因為像 像我們在做 Controller 那個MapViewController 或者什麼ViewController的東西 會越來越肥 越來越肥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 呃 你會把任何的方權都加在裡面 加在 任何方權然後任何的Property 因為你想要存狀態嘛 嗯 就是追蹤這個東西的狀態 好比說一個Counter 你要 加1加2加3加4加5加上 就加上去這樣子 或者是 一個 開關它是記錄On-Off的 一個E-NUM 然後它還是在 那個Class裡面 去記錄它的狀態 去追蹤它的狀態 這時候你的那個 Controller 會越來越肥 嗯 之後如果 假設這個功能主管說 今天說 這個功能我們把它拿掉好了 你會很難拿 加進來 加功能進來 它會變得很胖 嗯 那 做 像如果我用那個Counter的方式 你看喔 我把它拿掉 我只是 在 在那個 上面Counter的部分 我把它拿掉 它也只是沒有這個功能而已 它已經這個功能被拿掉了 有點像是說 有點像是說我們 玩遊戲嘛 對 你 你那個 有這個裝備跟沒這個裝備 這個例子會不一樣 就這樣子而已 你只是 把它 把它設一個區塊出來 對 就剛剛你把它那個Protocol拿掉的部分啊 它 下面 並不是像我習慣使用的那個Delegate 需要一個Delegate 等於Self這樣的操作 啊 不用 它只需要寫個 呃 是 連Extension都不能用嗎 只是要實做出它這個方法來 在這個class 對 喔 只要實做 你Delegate的話是在某個class去實做這個功能嘛 因為你要透過這個class 去回傳嘛 嗯 像這個menu Delegate 是因為 這裡面 這個class裡面有某些部分 有某些看一下conform什麼 這樣 我們來找一下 為什麼不能 喔 喔 喔 在這邊 所以我把conform到哪裡去 它一定是在那個controller裡面 MapViewControl 怎麼突然不見了 不是不是我用錯了 用錯半鍵字 像這個 在這裡 在這裡 喔因為我在這裡實做了啦 在這個data-gatable裡面去實作 所以他 像我這個是限制他在這邊 那只要我擱碰他 這個地方實作的地方我擱碰他 我這個delegate就完成被擱碰了 就完成那個實作的部分 所以他不會報錯 好剛剛的問題回覆一下 好像差不多了 在28分 先把學習 谢谢观看 大家怎么闪关 好 那差不多的话就稍微的 开始吧 今天就是要讲那个 Protocol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传统 一般在用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 Delegate的这个方式 那为什么 会想要讲这个呢 因为 之前看到那个 Profit大大跟 那个林立颖大大 他们两个的分享 我想说 是不是有 买出来看 大概分享一下 我目前 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的用法这样子 那这是我 那有机会 都可以来我的那个 那个 Github 上面 来互相交流 然后也可以分享 你的Github 给我 然后我就会最终你这样 那什么 要讲那个 POP之前 其实POP 它跟 OOP 就是 Objective Oriented Programming 非常像 它有抽象 也就是 就像我们在写 Class 然后把它 自体化 当个物件来使用 抽象的部分 abstruction 然后它有 Inconciliation 它可以 做 你的存取的 那个 层级的 限制 那还有它 它本身也有 Polymorphism 也就是说 假设你 做一个 Shift的 那个 Class 好了 那 你的下面去 Subclass 就是Shift 去实作它 上面的 附类别 的时候 它 可以 对附类别 来做操作 来操作 这个东西 那我等一下会 会那个 稍微的秀一下 它什么 这些概念 那 最主要 差别 差别的话 像 像我们 OOP 里面 它有 Interior 这个部分的话 在POP 里面 用Protocol 的方式的时候 它是 composition 也就是说 假设 如果你是 习惯用 OOP的 你的架构会变成说 负类别 负类别 然后质质类别 再质质类别 它是 直线的方式去 直线的方式 直线继承的方式 做一个架构 做一个层次的架构 那 OOP的话 POP的话 它是横向的 也就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主要的 最上面的OOP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 因为后面 后面是有准备图的 OOP主要是改变了什么 就是你在写一个新方选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Protocol的方式 去选择它 然后当我们 某个 像ViewController 它里面要加某个功能 进去的时候 你只要 让这个 这个Class 这个ViewController的Class 去 控制 这个Protocol 它就有这个功能 也就像 玩游戏的时候 角色装备的武器 角色装备的装备 防御装备 它就有这个功能出来 那你不需要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Controller里面 再去 实作这个功能 是怎么去运作的 那好处就是 你可以 嘿你好 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 在这个 Lay里面 不需要 增加太多的层次嘛 让那个ViewController 变肥大 那你在 整理架构的时候 在维护上面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维护的 因为程式嘛 你就专注在说 你的 可能有可能 Bug的功能的上面 就好了 那 也好追踪 什么样叫好追踪 因为 因为如果 假设 你的武器的功能 出来的部分 可能本来伤害是5 但是它 结果出来伤害是4 那你只要去追踪 这个Protocol 里面的 看谁去实作这个Protocol 的 那个 implementation的部分 那 再从而从里面去做 Debug 所以你会觉得 比较好维护 因为它是一个区块的 那 还有就是它的扩充性嘛 就是武器装 装 只要 假设如果你这个武器 它又有新增什么功能 你可以在这个Protocol里面 去实作之外 你也可以 再写一个新的Protocol 去实作这个新的Protocol 之后再把 旧有的Protocol 换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ViewController 本来是 conform旧有的Protocol 你可以再把它 改变成 conform新的Protocol 那这个功能 就直接change了 如果你的方式 里面的Method 它的名字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的ViewController里面 它就不需要再 再做任何的更动 就完成了功能的改变 功能的扩充 那因为 Protocol 它是透过 假设如果你的Protocol 是透过 Extension的方式 去实作的话 那它里面本身 Extension里面本身 是不能 不能让你使用 那个Store property 就是储存 储存的 那个属性 它只能用 计算机属性 那 Protocol 它存在的目的 它不是 不是要取代 在我们传统的 OOP 就是物件导向的部分 它主要存在的目的是 要 让维护更好维护 等一下 有个麦克风 麦克风 先关掉一下 所以 只要 只要跟Coco Touch 有关的 我通常都还是用 OOP的方式 去 去 做这个架构的处理 因为我自己写的专案 其实 规模不是很大 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 还是OK的 大的话 这个效果 就 应该是说 Protocol 这个效益就会出来 比较深刻一点 那像OOP的 它的架构像是一个汉堡 那 你看 像 副类别 最一开始的主副类别 它是 像A A Class 当你继承了五成之后 你的E其实用不到A Class的Property 它还是会无条件的 把所有的Property 都继承下来 可是你没有用到它 那就浪费了一些 某些资源 那你的E 可能就会变得 非常的非常的 肥大这样子 那 这是Protocol的架构 因为 最比这个OOP 你看 它是一个垂直性的继承 那 POP的部分 它是横向的 在这里 每个ABC E都是一个Protocol 那它可以这样玩 就是说 这个E E它其实有 有每个协议 构成的 那举个例子来讲 不知道怎么讲 比较好 先这样子好了 那 它的好处是这样 就是它还可以继续往下 让G去继承 那G的话 它也可以横向 在让F的这个Protocol 符合这个F的Protocol 这样子 那当你在换装备的时候 你想要更新一下东西 你可以先再做一个新的Protocol 然后Extension它 之后 把F这个F这个Function要换掉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抽掉 换成 自己的这个Protocol 那自己的Protocol 就是里面会包含了一个新的功能 那当然Protocol它可以实作 可以被Struck confirm 也可以被Inan confirm 还有被Club confirm 所以它很好用 它几乎 几乎都是贯通在那个SWIFT底下的 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到它 那Protocol 然后举个例子好了 Protocol 假设你在某个 举个例子 这个我想表达的是 像那个Sequence的这个Protocol 它是比较大范围的 那那个Array的Protocol 它是在SequenceProtocol 底下的某个小功能 那再往下 因为Array里面它可能会存 那个Straight 那个String Integer 还有Double 这些其他型别嘛 那它其实它是更小一个范围 在Array底下的 那当你这三个范围的Protocol 都有实现一个Unique的Messor的话 那SWIFT的话它会 取用最小范围的这个 这个implementation的Messor 举个例子 像我这里有两个 Extension 把那个Collection这个Protocol 把它做实作 那第一个上面这个 它是比较里面的这个Messor 比较里面的这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它是下面这个 ExtensionCollection Collection这部分 它是在最外面这一圈的 在 咦我的花絮 最外面这一圈的 那个 粉红色的这个Protocol 那你可以看到说 11 12行这两个Collection 它最后Print的结果 像 像第一个是 因为 我有那个 上面 它会取用说 最上面 这一个Protocol 因为 应该说 取用最上面这个 Extension的实作功能 因为 因为它是范围里面 比较小的 那 像 E Array 里面有一个 E 这一行的部分 它是因为 它 因为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实作它嘛 就实作的部分 它是从Collection 这地方 去取用这个Messor 我们没有实作 特别实作说 那个 Int 的部分 所以它会取用 在上面这一层 粉红色这一层的部分 那 我们来 玩一下 如果 各位 有 那个 Playground的话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 可能会 花一点时间 来实作 一些功能 那 看看会比较 因为 读百论 论领百度 我们来做做看 就是说 第一集 我在有准备 有实体的 呃 练习题 那这部分的话 第一题 像 我们来一起做第一题 我们先做第一题 来玩玩看 第一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Array 它里面是 Integ 然后 它会有一个Function 是自己去设计的 那 这个Function它在做 计算说 这个Array里面 它 有 几个 奇数 几个偶数 几个奇数值 几个偶数值 几个偶数值 那 来做做看吧 呃 这个Array的话 因为它里面是 它是一个Array 然后它里面是 呃 Integ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Tension 然后Collection 去 去限制它里面的 那个 呃 元素 那 那 跟我家 Array 没有想到它会冲突 那 没有想到它会冲突 那 那个应该Array 冒号Int就可以了吧 不用 这个吗 对 这个叫 这个叫 那个 要用等于等于 因为 Int 它是 哦 它是那个 一个Struct 它不是一个Protocol 所以 你的那个 Element 它那个 Element 它是要等于 这个 Int 结构 这个Struct 好 那 我们的 方学名称 它要 Return 一个 什么东西 Return 它是一个Int 然后再一个 偶数 好 那我们来实作它 那 什么实作 我们会有两个值 一个是 OBD 先给它一个预设值 0 这是一个Counter 进来的 是 啊 吼 好 它们可以 得到 對喔 假設如果這個Number 它是除以2 它是等於0的話 那它就是偶數值嗎 那偶數值的話 我們就在 DVN這個地方 Counter就加1 那如果不是的話 不是的話它就是偶數值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old這個變數裡面 就加1 那最後 做完這個 loop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值 retend回來 那我們要來看結果 好 來看一下結果吧 就 看它是不是跟我預想的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 好 那這樣就完成一個實作 嗯 你是用Extension 去 Extension一個Portocall 然後去實作 那你其實 只要有 只要是這個類的 只要是 應該說 只要是這個 這個Portocall 有個符合這個Portocall的 嗯 任何一個 可能是一個Strave 可能是一個Class 它就有這個功能可以使用 那這樣會不會比較有感覺一點點 我好像進到這邊好像進到太快了 因為 因為 準備的時間有點短 啊 我 從頭在 講另外一個 Portocall Oriented Oriented 的一個 東西好了 就是說它跟Class 相同 當同志處的地方 舉個例子 Portocall 假設我們是在 一間醫院裡面 一間醫院裡面 我們裡面有 有員工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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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了 哦 全部是對的 然後 Y-E ee ol O-O-Y-E-E 謝謝 我猜的 那裡面有一個 因為他是employee 所以他可以有一個 功能叫做payable 不是payable 他會收到一些錢 就是他的薪資 可以位置 好 那因為他是protocol 所以只要寫這個protocol 他保障了什麼東西 那 pension protocol employee 那我們要在這個pension裡面去實作這個protocol 那個22k getpay22k 好 那你實作的這個功能出來了 那就像我們這裡有一個人好了 用一個struct代表一個人 修名 那他是符合這個 control這個protocol 那你看喔 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人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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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你可能那個 你可能員工可能用那個 一 一般職員 說什麼 什麼經理 什麼的來分 可能就會 就會比較清楚 對 沒有說那個 像people 那個 那個struck 可能改成manager 這樣子 就每個 不同的 不同的職位 可以實作不同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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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的部分 那可能小明是一個經理 然後就可以去呼叫 這樣 可以去思想 好 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 他用不同的 直接去 分 分那個 裡面的protocol 不同的差異 那 這是一個manager 然後manager 好 假設 帝友是一個manager 好了 那帝友 他可以得到什麼 他可以得到 呃 pay wage 這個功能 你看喔 你在你的struck裡面 沒有實作任何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怎麼來的 這功能是從 這邊 我 Plan光這邊就 就 提到了 就是他是從 這個attention來的 所以 你 假設如果你要再實作一次 就是 呃 新的功能 但是 你可能線上你不想 因為他現在是穩定的狀態 因為他現在是可以做的狀態 你可能不想先 先直接換掉 然後有可能會有一些bug在裡面 你可能 你可能會在開發 開發過程中就是有個開發版 分一個 呃 發行版 那開發版這邊你可以先 先 在旁邊 實作這樣的功能 之後 呃 我再 開一個新的bottom new 新作譯 新功能 那你只要 只要 抽換 只要抽換 欸等一下 這個 你要先有欸 你要先有一個 這樣子 你只要抽換它 那你就可以 用一個新的protocol 去 去抽換你原本就有的功能 當你準備上線的時候 就直接抽換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來分直接 直接的部分 呃 manager 然後 inter1 manager inter1 想一下要怎麼弄 一個manager一個slave 一個slave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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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employee 對啊 然後 manager 有自己的那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 我的那個好了 回想一下 我 那 大大真的都好厲害 哈哈 因為昨天在 理合同的時候覺得說 應該是沒問題 結果現在他就是 會緊張會忘記 沒關係長久就習慣 呵呵呵 然後 然後 呃 好 如果 這個部分 在講那個 Protocol 嗯 喔 找到了 太好了 好 再試做一個Protocol 嗯 嗯 假設他是一個 治療師好了啦 這是那個書的範例 那他會提供什麼功能 treat 這個功能 然後傳一個字進去 然後train 然後治療什麼東西 啊 tention他 沿援這個Protocol 然後你必須去實作 你剛剛Protocol 保證他會提供什麼東西出來的這個東西 去實作他怎麼提供這個東西 這個方法 那 pint pint treat name 這個東西把它寸進來之後 好 那 我們再來寫一個 一個 新的人 他只是一個員工 嗯 我叫bub 他不是manager 他是一個員工 呃 slave 那 那 因為他是員工 所以 也是 employee 他因為 除了員工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他是一個治療師 我們把他實體化 然後這個 這個slave 這個bub 他是一個slave 他 他就會 因為 因為我的順序反而 要順序在他這個宣告後的下面 後面 所以下面也怪怪的 對 bub 好 他就treat的功能 那treat是 這個東西是 cancel cancel 那他就會提供 這個treat的這個功能 那 注意到的一點是 注意到的一點是說 像 像 vive這個structor 他 cancel了兩個 protocol 那 他會得到的是 這兩個protocol的 東西出 那個他裡面實作的manager 保證會 會有的 像 provider treatment的這個部分 那 new employee 是 提供了 賦薪資的這部分 那你就會看到說 欸 我的bub 跟我的manager manager 跟我的帝友 他們兩個的角色 功能是不一樣的 像那個manager的部分 帝友的部分 他只有pay wages 好 那這部分的話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假設 呃 如果 你會看到說就是他的繼承 繼承的方式 他是很 那應該說 結構的 你的 層次結構的方式 他是這樣的狀態 他是這樣的狀態 就是說 他是橫向 我們剛剛都在做的是這個橫向 橫向的 橫向的狀態去繼承 呃去讓 b有這個功能 好 那我們就來認識一下就是那個 SWIV它本身內建有哪些Protocol 那我們可以對他做哪些事情 看一下 第一題 呃 答案就是像 像 第一題我們剛剛做的就是說 呃 在collection collection它裡面包含了就是 這個Protocol裡面包含的是 Array Dictionary 跟 SET 這三 這三個 位型 假設如果你知道對這三個類 呃 這三個 嗯 他的 Straught的部分 做 呃 應該說 客製功能在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 你可以用的是 collection 這個Protocol 去 下面去做 Extension它 去 客製它這個功能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 第二題 第二題 第一題開始第一題 剛剛那是軟生題 那第二題 第一題啦 我們來實作一個 square square的 的意思就是 平方 把它平方倍 假設你有一個 2 然後你哭叫了這個 square的方法 那 它會平方 就return4 然後 如果是 輸入4的話 它會return16 這樣子 那給大家 欸 兩分鐘的時間玩玩看 可以嗎 實作看看 如果有卡到馬上 馬上 那個 卡到馬上 馬上 應該差不多吧 應該差不多吧 我們要 OK 這個玩一下可以 對啊 你要想的是 它到底是 要Extension哪個Protocol 你說你要全部的數字都支援嗎 全部的 你可以 現在 現在都可以 只要 你能做出這個功能 就好了 當然 如果你想得更周延的就是 全部的 型態都支援的話 那也更好 那 現在這個看起來是 是 使用 Vintage 嘛 只要 只要人 你想 在目前這個目標 這樣就好了 那我就 一邊打好了 Extension 你可以用這個 直接 直接用 結構體 然後 然後 去Extension這個東西 結構體 這是一個結構體喔 裡面創一個 放 然後它會 return 好 那 return return 可以 這輸入2 2 裡面會有一個 好 這樣也是一個完成的方式 那我們要講Protocol的部分 Protocol部分的話是這樣 然後 在 在 SWIFE3的話好像叫 integer 然後在 SWIFE4的話 改名字改成 那個 final integer 這個 這個Protocol 就是Protocol 這是 Straught 這是Protocol 好 好 那我們把這個 足跡掉 讓它去使用 Protocol 好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剛剛 因為我們本身是用 integer這個型別來用 其實啊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return的時候 用sale 然後要注意一點是 它是大寫 大寫的sale 表示是 目前 我們expansion 這個Protocol 這個型別 那小寫的話是 目前我們使用這個Protocol 有 實體 差別在這裡 一個是型別 一個是實體 那 形別的話就是 你可能回傳的時候 是一個 形別 它不是一個 它回傳什麼 形別回來這樣子 分得清楚 形別跟實體嗎 因為我要講好像 它 有點講不出它 他們的差異性 實體的話 是可以直接對它做 操作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結果 簡單的來講 形別就是 就是一個模具 實體就是 產品 形別就是一個模具 喔 這樣一點 好像比較快通 形別是一個模具 那這部分 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有沒有 可以補充的 我剛剛是 extension number 那個 那個 那麼 六個 那麼 它就可以 複雜 Double 也可以作用 因為我剛剛 一路 一路 回查回去了 了解 剛剛有看到 剛剛有看到 這個 這個 那 這兩個 有一個差別在哪裡,就是我們回查去看嘛,對不對? 對,我是用回查 就往回查發現它應該都是從Numeric出來的 了解 對啊,它就hashable Numeric 那一般來講應該是 不管哪一個應該都有繼承hashable 可是因為我們想要對數字做操作,所以應該是Numeric 對,因為我們在寫的時候,我們看到hashable包含了數字跟自串 有嗎? hashable,自串看一下 沒有,自串是10座hashable的 那你就是看得比較直覺的話,第一個是Numeric,第二個是Binary Integer 應該說hashable沒有實作乘法的這個運算值 Numeric應該就有實作加減乘除,所以才有辦法直接像剛剛一樣 save跟save 就是這個 function 就是這個 function 在這裡底下 才有辦法去使用這個 這個 star 這個 function 那如果你如果是用 那個 stream的話,它沒有 它沒有這個 star 的實作 你沒辦法全部都是 全部都可以這個功能的 使用 那可能會爆錯嗎?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用hashable 可能就 而且這樣看起來也可以有點像下面這裡就爆錯了 它是說 那個這個東西它是 它是用在 沒有那個運算值 沒有那個東西的 那那個 operator 那 那 那 所以要挑對 protocol 去 可以選它 那這個觀念就是 大寫的 那個 self的 那個 自首是大寫的時候 它是一個模具 那 小寫self 自首是小寫s的 self 它是一個 產品 它是一個實體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 剛剛 returnself那些 大家都 都聽懂了嗎? 為什麼要returnself 大家知道嗎? 有沒有人 好奇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return 時間上 時間上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 來得及 我現在有實體啊 因為後面可以 還可以調整啊 喔 還可以 還可以 大家覺得怎樣 有 對剛剛那個部分有疑問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直接return number 為什麼不直接return number 而要 returnself 為什麼不直接 像這樣子 為什麼不直接return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值回來 對 或是要用 self 對 你改成numeric 應該會更直接一點 好我把它改成numeric 因為numeric 涉及的 比較多 上下應該不會衝到 這樣不會衝到 反正 會啊 會衝到 因為已經做過了 對啊 好吧 那如果你現在先把那個 上面的self 改成numeric 會 這樣應該是不會衝到 因為它們不一樣 就return 等於 像 欸 我借你的 借你的那個 畫面操作好了 好啊 好啊 不然 還要換 投影很麻煩 看你是要怎麼把全線給人家 我已經有要求 你有看到嗎 欸 玩錯了 應該在別的窗 應該在 看到了要求 這個 然後把我切回那個 Xcode的畫面 怎麼用啊 蛤 給鬧咧 對啊 不是有看插扣嗎 這個嗎 欸不對啊 我就是要看插扣啊 喔 喔 是你可以用我的 用我的那個喔 對對對 我就要接一下你的 好 喔 這邊剛好它就不能直接回傳 Numeric 可能是 可能是SWIFT4的那個檢查嗎 因為 有 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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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子大大麻煩你了 建議 那個剛剛有人建議東西等一下看一下 為什麼要切過來 因為如果 為什麼要切過來 像剛剛這邊是用那個什麼 Binary Integ 如果這邊Return Binary Integ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原本 我想要傳 譬如說我 LaterA等於 LaterA是 int 等於2 LaterB 等於A點 Square 然後你會發現B的 行別變成 FINALLY Integ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想要它平方完以後還是int 所以我這邊應該要把它改成 如果我改成Self 我的B 在A這個Square算完以後 它還是會是自己原本的行別 Self就是保持原本的行別回傳而已 補充完了 對 有用設 它計算後 它回傳的結果 才不會變成別的行別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這個我 一開始真的沒有想到 可以這樣子 講這個思路 這個思路 有開通 有打通一點點 打通非常多 好奇怪 為什麼有些MarkDum 它 它會 它會可以顯示出來 有些它會 看一下 好這樣看得清楚嗎 因為MarkDum 怪怪的 沒有 那裡 沒有弄好 第150 155行 那裡有問題 155行沒有東西 對啊沒有東西 我重新那個看一下 好了 不是應該會有蠻的槓出來嗎 還是因為我剛剛一開始 有那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一個前衛器 前衛器的意思就是說 你大於某個數值的時候 某個你特定的極限的時候 再怎麼大他都是取最大值 那小於某個極限值的時候 再怎麼小 以這個極限值小 他還是取最小的這個值 前衛器 也就是說 你是輸入5的話 那你的 像這個第一行 你的最大值是 最小值是5 最大值是10 當你輸入8的時候 他應該會要回傳多少 回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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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你 最小值是5 最大值是10 你輸入3的時候 最小的因為是5 所以他要回傳5 那第三個就是 最小值是5 最大值是100 你輸入800 你的最大值還是100 那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玩玩看 看要從哪個Portocall出發 然後 怎麼去實作它 玩一下 從哪個Portocall出發 他提示點是在前面這個東西 像下面這個 前面這個東西出發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玩到 finally integer NumberCurve 所以你可以從這兩個Portocall去做 expansion 那我就一邊 開始來實作它好了 因為我 自己在玩的時候是用 finally integer 所以我現在換成NumberCurve 來玩玩看 Number的這個Portocall 然後 然後 一個放 那是Clamp 裡面會有一個 Low Low 他們有一個不行 他不行嗎 是因為 沒有比較 沒有 comparable對不對 要那個 X10會 可能要有 10座 comparable的 了解 已經有10座 直接 comparable就可以了 阿白 了解 comparable 也是可以 Tension comparable 應該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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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不行了 沒有用 沒用我的 咦莫斯大現在是在 在哪裡啊 是在那個 在台北啊 在台北啊 我還以為你有下來 高那個屏東 好 好 Return 一個 看起來 不死 我大概会 好,那大家做了如何,有沒有什麼地方卡卡的想問問看,欸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是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分享一下 好,因為我是自己對自己的,所以只要這樣就好 要知道自己的心結,就像剛剛說一樣會傳是自己本身傳進去的心結 所以我現在如果這樣的話就是16的心結 那第一個的話,最弱是5,所以高是20,它會傳什麼? 不算10,因為它在中間嘛 那1的話,20 那應該會算最小的 那800 這個前衛器 終於 剛剛那個我可以用 那個extensionNumber裡可揮的self 冒號comparable去實作這個clamp 了解,來我把它打上去 你還可以這樣做,comparable 沒有沒有,extensionNumber 錯了,M-E-R M-E-R 對,然後 然後 quare self 八號,馬號,comparable 就是 我self要是有那個實作comparable,才會被extension 所以這邊你就直接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有一個就是新的東西啦 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要加後面這個quare comparable 有沒有有這樣的疑問呢 為什麼我們要加這樣的限制? 如果沒有加這個限制,為什麼它不行去做? 應該是直接看羽翼應該是這個羽翼應該是都很明顯啦 對啊 那因為number,剛剛你們有看到嗎 它其實 其實跟comparable是分開的 它並沒有延伸那個comparable 所以我數字除了有10座numberic以外 它還有10座comparable 那comparable,其實它應該是在那個equable底下的東西 反正它是一系列的 你可以沒事去點那個class 然後一層一層往下 你就知道它 底下是什麼 怎麼去蓋上來 好 那什麼點的話 就是按ctrl command 對這個 extension的這個 你要追蹤的那個對象 然後再按左鍵 就是點一下你的觸控盤一下 它就會幫你找 有點慢 它會跑掉太久 我現在抓這個好像也是有稍微更慢一點 如果 有空可以看看 有空的時候 然後 這樣子的話就不管什麼 float double 還有int 就可以都可以 共用剛剛那個extension 那張自串能不能 因為自串也是符合comparable 可是自串不是numberic 自串不是numberic 剛剛這個hash 我把照片那個轉變好了 這個 不太多支援 好 這一題的話 有要補充還是要 好奇的嗎 有什麼地方沒有 覺得很奇怪沒有那個 那還有這個self 跟下面這個註解的self 就是 情別這個self 他們兩個是不是有 有什麼差異 那樣就說 他們是一樣的嗎 對 其實 當語意算不太一樣 不過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樣的東西 等你了解到 了解到那個層次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知道 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你硬是要 硬是要解釋的話 就 就可能會 現在解釋這個東西 可能會造成混淆 反正大家就先記得可以這樣用就好 嗯哼哼哼哼 了解 這樣子 先學會說 這個東西加進來 可以 做一個限制 那我們繼續往下一題喔 下一題的話 其實剛剛那邊 不只可以做限制 因為Numberic 本身沒有符合Compable 所以它不能比大小 所以一定 一定後面那個是必須的 限制跟 跟必要條件 都 都是 都是 都是一定要加的 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所以那個一定要加的 對 那個一定要加的 奇怪的為什麼不這樣啊 害我昨天調半天 有 喂這樣有聽到嗎 有啊 有就好 因為我剛剛AirPods一邊沒電了 我把它拿下去充電 你要不要直接把下面的那個心斜線 搬到上面的心斜線的頂上 這樣子把上面的鑄結擋起來 因為你上面也有做多行鑄結的話 下面會倒掉 對然後 這樣子嗎 欸你上面沒有多行鑄結了嗎 那就都可以 沒有沒有 都拔掉啊 就前後兩個都拔掉看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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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家會有markdown出現 喔 你說你要有markdown 那你就把 下面的心斜線搬到markdown 底下就好了 因為 markdown是 這樣 可以放一個 下斜線 因為 這邊我沒有在用 我知道 因為這個 我是為了這個 去選這個東西 這個是 看起來就 還不錯 對啊 因為這樣看的話會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說 那個 為什麼跳 跳下去 沒有我剛剛按那個啦 Command 叫D 喔 好 那你就先 上面 你不是要 你是要顯示markdown 喔 對 中間那兩行 你要markdown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 下面的還有幾次 也有 是有markdown的 因為我剛剛一次 全部註解掉了 會衝突啊 如果我重複 寫一樣的方權進去的話 如果 有了 太好了 但是它不是我想要的情況 像這個 這個 斜線它是說 這個地方是程式嘛 程式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 直做第三題 第三題是match 那match的話 呃 因為 你那個 呃 那個block 應該是不能 跟那個 list 的那個元素 混在一起用 這個嗎 前面的減 哦 我在猜啦 不過現在沒差 反正大家先知道意思就好 對啊 因為我是看著這上面 這樣子把它打下來 所以 可能之後 這個地方之後 如果還有機會 再dem的話 再想辦法 去處理這一塊 嗯 嗯 其實道理講應該是要 我要先把這個 這個東西拿掉就好 就是那個答案的部分 我自己要看答案的部分 好 那 那 來吧 我們來實做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呃 match match 會想到什麼 就是 呃 比較嘛 compare 或者是那個 那個 equatable 嘛 這兩樣 那 剛剛莫斯大大有提到說 就是compare 這個protocol 它其實 是有confirm 那個 equatable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 compare上面做 extension 或者是在 protocol 上面 或者是在 equatable上面 做extension 如果你要符合 譬如說你 這一題就很 很簡單 你就是要找有沒有符合的 所以你直接 而且你只是要 match的話 直接equal go就可以 好 那怎麼來 製作呢 放 bump race 然後它是 組合的 這個race是組合的 復合就可以了 那 你會有這個array 可以用 要用這個好了 有indexof的那個東西嗎 嗯 有indexof的 方法可以用 indexof 是取那個 它的index嗎 對啊 只要有取到 大於 大於等於0的index 表示有 我先用 我先用我的試試看 嗯 這樣子 對阿 有這個 裡面 然後if 對喔 因為你要跟自己比較 那你就return 如果 如果這回圈裡面沒有找到 就是 沒有match的話 就return 這樣子 好 試試看 這個地方有錯 我看一下我這邊 如果 喔喔 喔 應該照不一樣 我現在做法是 先把 假設 這個element element在這個ray裡面 如果element 裡面的 這裡面某個值 只要不等於前面 它就會return for 那如果 enimate 全部都 一致的話 等於說這個 這個條件是不會成立 它跑完之後 它就直接return true 喔 你這個 它這個方法的用意 是要檢查全部都一樣嗎 對 檢查全部都一樣 喔 那就 那就 不能用我剛剛講的 那也 也許是不同面向的那個解法啦 結果 結果可能 部分一致 部分不一致 也許是這樣 啊 這個的話 就是主要是找說 那 我根據前面這個元素 去找我這個array array裡面的 全部的元素 然後只要全部都一致 等於說這個array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等於你要找的東西 那 它就會return true 用String的也可以成立啊 嗯 這邊補一個範例 下 就直接用String來做這個match 也可以成立啊 就不一定用數字啊 對 了解 對 對 就是用String的例子也可以 就 可能 hello match是什麼 挖歌友 這樣子 對啊 然後點 t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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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後面就會變成一個String 對面就發String 好 嗨嗨 好 那這樣 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局部對比還是全文對比 這個 是局部對比還是全文對比 這個就要去查 SWIFT它對 String的 IQTable是怎麼實作的呢 這個 可能要去查一下底層 這不是我們自己實作的 對啊 你是說那個 String的IQTable 是SWIFT實作的 你會知道 SWIFT 那一個 EQTable 喔 EQTable 我在回答 CCXH的問題 了解 Content 局部對比 全文對比 我沒辦法回答 翠雲的那個等於等於是局部對比還是全文對比 我有看到 但是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這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他本身底層實作完了 我們其實也不太需要去管他 好那這邊有沒有 要補充還是說要 有不同的解法的可以分享的 那個一定要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個是全文對比 這算是全文 一定要一模一樣 一定要一模一樣 假設如果是 你看我第一個嗨 他只是一個嗨而已 那會怎樣 他就是False 所以他是全文全部的 這個串 跟前面完全一模一樣的 好第三題 加速一下 第四題 做一個那個 做一個那個 Left End 你從那個從上面斷行下來 不要從那一行斷行 從上面那一行斷行下來 然後再把它改成那個 就 Buck Down 這個 那個 沒反應 耶 那你不要從那一行斷下來 從上面那一行踢下來 應該就可以 對對對 好像找到那個解法了 對 斷行的時候爆掉 有可能是斷行的時候 他判斷爆掉了 好 Less End 那個 Less End 也就是說 你弄了 一個 5 然後這個Function 然後Array在這邊 那他會判斷說 欸 你的前面的元素 是 跟你後面的Array 比起來 他如果是 比較小的 相對比較小的 那他就會Retend True 那如果不是的話 像第二個 5 6 7 他就Retend False 因為他有一個5 一樣的 那自串的時候也要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一邊來做吧 Pension 這個的話 因為他是那個Less End 他是有 大於等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這一些 運算值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用 Comparable 去實作他 那 放 Less End 然後 Area Self 你的Area 本身也要是要Comfortable的 然後 Return 一個Bull 那怎麼做 拖他的時候 嗯 一樣 跟剛剛一樣 我們 做比較而已 所以 剛剛是 說Look If 只要他大於等於他 他 就 Return False 然後如果 這邊的條件都沒有成立 那 那 這個 這個前面的 就有可能 就是 那我們來玩玩看吧 Less 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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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他會裏正什麼呢 裏正 6,7,8裏正 檢查一下我這件事是哪裡有做錯的 嗯 嗯 嗯 錯了 應該是 欸 Element 小於 大於等於 應該是大於等於 對啊 小於的話才會那個 我剛剛 剛剛 剛剛那個 欸這樣有聲音嗎 換了那個另外一個耳朵 有啊 好 謝謝 好 那一樣 我剛剛 把剛剛的那個 再打一次 445 6 7 Cat Cat Less End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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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會大於B 然後這樣新聞署這樣下去 我剛才說的A大於B這個是單純 單一個字 整串的話我就不曉得他是怎麼比的 你把最後一個G開頭開成A開頭為成這樣 那應該是看字式 那應該就是看字頭先 先看字頭 這邊應該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其實這邊我們還可以再改一下 如果你要讓程式碼這邊 看起來比較多的程式碼 變短的話 可以再一個限制 然後sell 他是 對 把這條條件是 寫在上面 這樣其實也不影響於語意的情況下 一樣的結果 找個幾行而已 找個兩行 找個那個縮行 縮行的感覺 好 這一題應該比較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吧 那 接下來 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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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題 重做一個那個買container的 那個 function 在collection裡面 那 這就很明顯了 你看前面這個輸入是一個陣列 是一個陣列 指定在那個collection 那我們就直接extensioncollection extensioncollection where 因為 因為我們要做 比對嘛 比對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 會怎麼做 我們會用 equatable 或者是用 comparable 這兩個東西 那這裡因為是要 抓到說 他是不是有等於我 我前面的元素 那我們就用那個 equatable 然後 bunk 買 container 抓什麼東西進來 抓一個 element 然後他是 就是他這個型別 他是 那個是element型別 element 就element型別 第二個 就是抓 這個我應該也錯 這個應該不應該是這樣 這應該是要 這應該是要 where iterator裡面的 element element 哦 是符合 equatable的這個 protocol 所以那個就可以 蓋 沒事 這樣就可以 來試試看吧 return 來寫個判斷是吧 說 不行這樣問那個 item in fail 因為 這個這裡 為什麼可以放在後面 是因為 這個fail 本身是代表了 這個陣列 這個collection 的實體 t if 如果 item 如果 你的 item 是 等於等於 等於 而是 不等於 element 那就 return false 那 否則的話 你整個回旋 run完之後 那你就return true 代表說它裡面有 包含的 你return沒有寫 你的function沒有return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那是要圍穿一個布 不過這個應該是不對 反正你把上面的放你抓下來 跑跑開 試試看 一定有不對的 第二個應該是出 會跑forse出來 第二個應該是出 會跑forse出來 對會跑forse 對會跑forse 欸 皮膚後面的問題嗎 欸 看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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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看一下我的那個 喔 喔 喔 Element 它是在 Iterator裡面的Element 喔 不能直接放Element 就對了 不能放 不能直接放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喔 喔 我是反過來的 判斷邏輯是反過來的 寫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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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寫反了 那只要一個中獎就可以了 不是一個錯就全錯 是一個中獎就對 完全相反 對 剛好那個邏輯判斷是相反的 原來是要出變成4 原來是4變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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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寫反了 寫反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啊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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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個啊 你就那一行整行 那個if 砍掉重寫看看 其實 其實我這邊我會選擇不寫衣服 我直接returniturn等於等於element就好 啊不行不能直接return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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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因為return它會有force跑出來 不行因為它還在那個loop裡面跑 所以 如果你return的話它就會變成force就出來了 上面跑完就出來了 嗯 诶 詭異了 詭異了 這就詭異了 我覺得它是應該要出來了 不然我們把它寫在後面吧 把這個條件字寫在後面吧 有人會對這個loop會有疑問嗎 為什麼我們後面會架這個 那它會做了什麼事情出來 這是後面加了會的語句 我覺得 這個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這個 好奇怪喔 我覺得是swoosh在爽傲嬌 你要不要先把那個run把它停掉 不見啦 要不要先把整個run停掉 然後再重新跑 卡死了 我把它關掉 重開 這個時候我會把它放在GitHub 如果有需要的話再把它抓下來 等一下稍微review一下那個 題目啊 因為好像時間有點拖太長了 所以在家裡那個人在寫的時候 弄得好好的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這個範例啊 其實 我 取這些題目的 出處是 來自那個 那個 Hacking with Swift裡面 它在講 那個POP 就是POP的部分的一些 製作題目嘛 媒體其實裡面都含有一些 不一樣的概念在裡面 比如說剛剛我們有提到 comparable嘛 然後equitable 然後collection 然後為什麼要 extension collection這些東西 再說再說 趴快一點 所以重跑就可以了 還沒還沒 那要把這個 打掉 看它會不會跑快一點 看它會不會跑快一點 好像有點慢啊 富人跑捏 後面是 看一下題目好了 我們剛剛是做到這個啦 rewrite這個container 那等一下它會做就是 那個負責array的match 就是matchin 就是說 它是一個模糊的 一個matchin 你的array的順序 前後倒了 是沒關係的 它還是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 有matchin 這個 這個 function 然後還有算 就是自傳的 平均長度 還有計算就是 你的array裡面這個元素 符合的元素有幾個 然後把array array裡面可能有重複的 重複的元素 那 有時候你會希望說 重複的元素拿掉 所以從裡面 欸可以跑了 從裡面 從裡面拿掉 不重複的元素 變成一個新的array 可以跑了太好了 OK OK 那結果它是跟 我們重寫之後 它結果是跟那個 上面這個一樣 代表是OK的 那 就1 1 裡面有含1 含這個元素 1 那代表它是true的 那1 2 3 4 1 是true的 那1 2 3 4裡面 有沒有元素6呢 沒有 所以它是false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的 你的 elementor的形別 它是 它是跟著那個 你的interrate 裡面的 elementor 然後接下來 我們繼續 篩子 複子 array 這一個 這個做法呢 怎麼做 前面這裡一樣是collection 那我們就從collection出發 所以 intention collection where iterature 它是要怎麼樣的 comparable 所以 應該 應該是 用comparable也可以 那 方選 bunk foo foozee match 裡面是一個array 然後這個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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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組合 這個 iterator的 那一樣是 回傳一個布 那 先寫那個 先寫那個 好 叫 go go in self where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array 所以 你必須 必須會用到雙層的 波路 那 好 好 這是兩個array的比較 Aarray有沒有等於 barray 好 那我會做的是 我會做的是 收幾個 因為一開始是不曉得它是 有沒有做 做分類 好 所以我剛才想到鎖題了 收幾個 你 你array的後面為什麼不要直接sale 就好 就跟自己一樣 沒有啊 就不用 不用那個 不用那個 括號 對啊 這樣可以嗎 這樣應該是可以 這樣會比較好 比較好 然後再比較這兩個 是不是一致的 就知道說這個array 是不是一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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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吧 好 不同方向的 那個 321 ok 可以跑了 可以跑了 我這個方權就是說 有兩個array 然後你要判斷 這兩個array 是不是 matched 有沒有一致的 有沒有配對的 那 主要 主要做法是說 第一個 把這兩個array 個別的 做排序 再來判斷說 這兩個array 有沒有一樣 那如果不做排序 會怎麼樣 不做排序 會怎麼樣 欸 他沒辦法直接比較嗎 他沒辦法直接比較嗎 不 不 這就奇怪了 沒有 因為你 你的 你的 collation 應該 因為你是 comparable 它是它的 它的那個值元素 可是 你現在直接相等的 如果你直接要比較的話 應該collation 本身 沒有實作 comparable 或者 comparable 對啊 本身沒有啊 你現在array跟sale 你現在array跟sale 都是collation 型別啊 他就沒辦法去做比較嗎 你上面這個寫法是可以的嗎 對啊 上面這個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那個 us sorted 它是什麼型別啊 沒有 你就直接在 可以 sale of the element sale of the element 喔 還有 還有 還有這種東西 你覺得都好像在發現新大陸一樣 這樣子其實我 沒關係 你先 你先 先弄 我有點想要把你剛剛 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It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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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sale 會怎樣 就 沒有 Iterator 就 Iterator 改成sale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砍啦 不用砍掉啊 就直接Iterator那個字改成sale 只改那個字 大寫的 會過嗎 會過耶 對啊 過啦 沒有沒有 這個還沒改 不行啦 我只是想要把 想說 可不可以直接 像因為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我剛剛看到 你那個 us sorted 它出來的結果 它裡面裝的元素叫做 sale 點 element 了解 它不是Iterator 不需要在 那個 Iterator 打sale 這樣 打那個element 這樣 對啊 就是自己的element 就可以了 這個上面可以比 下面不能比 有一點 奇怪 你把上面的那個array的sale 改成 那個array 然後sale 就一樣把它把它拿掉 就改成array sale 點element 沒有沒有就是 方括 sale sale 點element 第二個 然後再做最後一行試試看 這樣就應該可以 靠還是不行 等一下 不能比較 oh oh 不能比較sale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型別 那那個 不知道 有什麼想法 如果我想要擴展 這個element 可以擴展嗎 蛤 應該是不能擴展 對 應該是不能擴展 這個element 你要擴展它 什麼東西 就是擴展 因為你看 它現在是 sale 是collection 然後 你的 array 它是 它裡面的 它現在是 兩邊 好像不太 一個是sale 一個是sale 一個sale 一個array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覺得它 它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這樣也不能 不能那個 對不起我 extension的對象改成array collection改成array 有這個東西嗎 有 有array 那下面 應該 差不多不行 沒有 這個 不是不是 array的話 這樣子應該 array裡面有個animate 這樣子試試看 這太酷了 啊 為什麼會有啊 為什麼會有啊 是不是有什麼今天的 想法 哈哈 新的發現 看起來是過了 看起來還是過了 看起來還是過了啊 對啊 因為 它的collection 其實還有包含了dictionary 包含dictionary 過了 對啊 過了 包含dictionary 包含那個set 包含那個array 這三個 對啊 所以還 還蠻麻煩的 你涵蓋的範圍一點 就 可能有一些東西 要再考慮清楚一點 嗯 要再縮小 不過不過剛剛那個做法啦 那個做法是 展開是比較全面的 只是說齁 這樣你就不能像我們 像現在這樣子 因為譬如說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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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事沒事 好 這題就先這樣子 因為12點了 那我們 我們繼續這樣 如果 如果要示範的話 之後還是會有錄影 然後就可以 回顧一下 對 有一些 小trouble這樣子 來吧 第七個 第七個 第七個是 那個 我們來算 四串的平均長度 那四串平均長度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範例的 這個 示範的結果 看到 有三個四串 它在一個array裡面 那三個 所以 一二三三個 然後總共有幾個字 九個字 所以每個四串平均是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那這要怎麼去實作 因為 它也是在一個那個 資串的collection裡面嘛 或者是在array裡面都可以 用 correlation去展開 will sell element 我們剛剛學到了 element 然後 我們在擴展的時候 這個通常有時候都 不太會跳那個 autocomplete element 是string的 那 我們來寫 function 定義 function 它會return 一個值回來 所以是 那 counter的話 在計算說 裡面有幾個字串 裡面有幾個字串 那sum的話是總共有幾個字 那 那我們就來追蹤 總共有幾個字串 那 我們就來追蹤總共有幾個字串 那 ilement ilement 就是那個字 然後 count 就是 它的 那 就是 所有 總共有加了幾次 從0開始加 看總共繞了幾圈 那個 好 那 最後我們把這個結果 把它平均起來 好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結果 總共有幾個字 把它轉成那個 double 然後 總共有幾個字串 然後總共有幾個字串 因為這算平均字 有可能是 是那個 非整數值 所以我用double 這方式傳回來 那 來玩玩看吧 來玩玩看吧 好 有 有 這麼剛好是平均六個字喔 好 然後 讓你看五點數的部分 好有了 所以 所以 第三場平均字串 就是 呃 有 8.333 就是這樣 然後 它可以算出 你的 平均 字串 的 強度 那這部分的話 主要是想要說 齁 剛剛其實上面有提到啦 像 sail符後面 什麼時候用兩個 等於等於 什麼時候用那個 呃 冒號 等於等於的話 就是後面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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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結構體 或者是 類應該也是 蛤 算是有type的意思嗎 也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 cluck cluck 或者是 那 如果它是一個 protocol的話 你就要用冒號 如果它是一個protocol的話 就用冒號 主要差別在這裡 是 class innon 跟struck 或者是 protocol protocol就不一樣 這樣子 好 那 第八 第八題 比較簡單一點點 我們來提算說 下面在這裡面 這個 這一行專領裡面 它有幾個2 那什麼算 算 算 算2呢 這有兩 兩種 一種是說 因為這是數字 這樣算為一個數字12 那第二種 我剛才說了 我剛才確認的一件事情 第二種就是 假設這裡 2 1 2 3 2 這樣有幾個2 這樣其實就有出現三個2 那我們現在要實做的是 單純把整個 整個元素看成是一個數字 我不用去切分說 它裡面總共出現幾個2 那一樣 extension collection where self 到 這個 那 那 那一樣 extens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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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元素是 就是 這個 然後 再一個結果 印象 然後我們來開始來算 如果 如果 裡面的字不等於的話 那我們就離開一個 不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一個 筆算的 計算 總共有幾個 所以 用 那個integer 繼續看 那 這樣就 寫完了 寫一個 那個counter去追蹤它 然後 只要 裡面的元素 跟 跟陣列的元素 相等 我的counter就會加1 所以 你看 喔 2 總共有幾個2呢 總共有兩個2 那 總共有幾個6 一個6 沒有 那9呢 有9嗎 沒有9 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種 你要確定你的array 它是 你要計算你的array裡面有幾個mol 你想要知道的元素 某個特定的元素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去計算說 那 有幾個是我 我目前 想要知道的元素的量 這樣子 那第二種 第二種 的 counter counting counting integer 也就是說 像你看 這第二行 這個 如果 如果array裡面是55 那 這裡有幾個5 我們把 array裡面 所有的 都視為是一個 像第三個這一行 總共有7個5 那這怎麼做 tension correlation where will 哪個 com 很 好 よ ここ 放入去 這個要大寫 自己行別的element 然後會return 一個integg 或者是自己的行為 現在saleof by element 是等於biterall integer 的 形態 一樣 bar count equal 0 現在 重點是要 因為你要怎麼去 在這個ray裡面 去算說這個東西 是屬於 然後把它拆開啦 把這個15變成1跟5 這樣 所以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 看一下 好 應該是要這樣 因為我是針對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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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array 下一個 換一 二 再一個 五 六 五 六 六 六 好 現在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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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 把ELEMENT搭载过去 然后这是一个Stream 所以ForeELEMENT IN ELEMENT 这个状态是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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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模特兒,對嗎? 原來它可以 Ware self-element 然後它有個母號 final integer 母號代表這個 是個 protocol 即是它有這個 protocol 那我就可以做些東西 其實我想看裡面有沒有 comparable 沒有很 comparable 在這裡我就是祝它可以comparable 可以做比較 這個合上的後面那一段 是粗糙的 那會有發言嗎? 可以 有點卡住了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reference 它是一個字緣 當作我的reference 那 從這個 從我現在這個陣列裡面去做比較 然後把每個陣列 轉成字串 在這個字串中 只要有 符合我的字緣 我的字緣是符合我的reference的時候 我的count會加1 所以 該怎麼弄 它是一個4 然後這個是一個array array的話是4 這個array 然後 return它是一個 這個cou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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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需要了 我的stream 所以 我應該是要 en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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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字串 看一下 目前這裡還是 這邊不是字串 所以我們把它轉成字串 這邊是一個bital integer 把它轉成字串 然後 在這個字串裡面 去取用它 假設 array 好 那這邊 這個字 這個字 correct K correct Where 這個 這個 keyword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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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 那最後 we turn 好,we can count 那 試試看吧 好 好 多打一個大綱號 6個 OK沒問題 那假設是C23他應該是5個 他應該要呈現5個 5個OK 那 這邊不管打什麼 數字進去 應該是說不管打非字進去 他的總量應該是不變的 5個那沒錯 5個 那這邊的話因為 這裡有時候看起來會有點亂嗎 我們會想要 讓他撿乾 稍微的 重新的 拍過 那這個東西啊我們還可以改成這樣 如果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 那是三元運算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問號 就加1 如果沒有成立就加0 那把它拿掉 這樣 這樣更短 好 這一集是這樣子 就 哪會大家 想要補充或者是 要分享做法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再下一步 從一個 array 裡面 去 找出 特別的 應該說不是特別的 是唯一的 一個元素 假設有重複的元素 就像這一行正列 像這個 array 它裡面有重複的1 但我們不希望有重複的元素出現 所以 我們說出來的結果是 每一個元素只會出現一次 那這怎麼做 Extension array EEExtension array QEIR Extension array 就是這樣 那FUNK 尼尼 Value 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 好 你的elementor是要可以叫的 因為我們要比較看看說這東西是不是在我們的裡面 是一個elementor的空陣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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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包含的話 那我們就在履造裡面 履造 這裡面 appendant 那如果有的話就 就跳過去不理他 最後最後的結果 return一個 把result return回來 好 那 這個 來看看吧 哪裡有狀況呢 就 就 所以在某方 就 这样 zooming i-tu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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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他是不是排序過的 為甚麼都會這樣 Element 是Equidical 它是compable compable裡面還有搜尋的這個 function 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是可以跑的 OK它是true的 假設這個array是沒有排序的 它是錯亂的 它應該會是false 因為2跟1就顛倒了 OK它是false 那這邊是 今天的10個 10個小練習 然後時間下是 2點38分 謝謝大家有沒有想 交流點什麼東西的 因為看起來好像也差不多是這樣 可以 可以 可以直接打開聊天視窗 我這邊是看得到的 今天講了10個 這個 10種 從protocol出發的 一個寫程式的方式 但是我分享一下 如果 還有在聽的話啦 看一下 像我現在 會用到protocol的 都是非 Protocoltouch的部分 因為它這邊不需要用到inheritance 所以 我會從 我會從 我會從那個collection 這樣 該怎麼講呢 可以 可以丁丁你還賺嗎 像我Protocol 我Protocol一开始的用法会先定义说 我这个BetaGatable 它会 有需要哪些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的过程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纲 写程式的大纲 因为我在写这个的时候 写Function Protocol的时候 我还没有决定说 我大概会知道说 我这个资料的汇流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汇流方式 因为它有本地端 然后从Database拿到资料 或者是从远端拿到资料 然后包含说资料要PASS 然后要存到资料库 然后要做Merge 然后一开始要做Initialize 那接下来就是 开始从这个BetaGatable 去做实作 因为你有上面这个流程 所以你在实作的时候 假设你有某个流程 没有做到 那 Compiler会抱怨说 你这个东西 你本来说要做到 结果没有做到 那它没办法去调用这个Function 那你可以透过 这样的 从Protocol开始的方式 来 从一个大范围的 从一个高角度的 方式去看 你的层次的架构 然后再深入去写 写它的实作功能 那像我们在做 Safe Safe to Data的话 做法就是从 从那个UserDefault去 去State 把这个东西存到 存到那个 存到某个Key子里面 然后最后要做 那个Synchronize 这样子 这变成就是 在Extension的时候 就是要实作它的细节了 那还有就是说 我有用到一个是IAP IAP IAP Purchase of 这里 IAP的话 IAP的话 这边 IAP本身 会分成这样子做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 是必须实作 我是实作在Extension 然后只要是 符合 UIV Controller 他就可以去调用 这边所有的 Function Method 但是有个情况是这样子 你前面这一串 就是从得到你的 商品的讯息 然后买东西的流程 回复的流程 验证商品的方式 还有这些上面全部做完 你要发这个发通知到 所有的 Controller 上面 去告诉他们说 这东西有被买了 所以 你如果去广告的话 就是去掉广告 如果是有 某些特别的功能 有开放的话 就是让那个特别的功能开放 那 这地方就被定义成 你在这个Controller 在这个Controller 你要做一个 你要注册一个Observer 去观察说 这东西有没有被 被买 这个功能有没有被买 被买 这个方便有没有被买 那被买之后 这个Observer会通知 会告诉 会让那个Controller 做出相对应的 一个功能的反应 前面这部分是Extension 这边就把它做完了 Extension这边把它做完了 那后面这个 这个的话只要你有 Conform到它 Conform到IAP Purchaseable 你的Compiler 如果你忘记实现了 最大的Observer的话 你的Compiler会告诉你说 必须实现它 实做它 所以你会在做细节 写专注在某个 程式区块的时候 你不需要担心说 这个东西没有实做到 然后告诉我 我使用者我买完之后 我发现我本来要去广告 他怎么广告没有去 的情况发生 因为有时候买个商品 可能有很多地方是 被扩充的嘛 比如说多了 栏位删除的功能 比如说多了 栏位增加的功能这样子 这是在我实际用到的部分 那有没有人要分享说 自己有用过在哪里 或者是QA的部分 好 如果 我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之后可以透过 Facebook或者是其他管道 来联络我 我们可以互相讨论讨论 因为这是我目前用Protocol 来在我的状案的部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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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先这样咯 拜拜 拜拜 拜拜